不知話 你好了 爺爺 爺爺爺爺爺 真好 爺爺爺爺來了 來爺爺報報 爺爺報 這麼沉的啊 我拿著 來看看 善鑄爺爺給你買什麼來了 我有很有執力了 一打腿好吃的 好吃吧 爺爺爺爺牛肉姐去了 去吧 好 爺爺姐再見 再見 好好上學 好 кон叔 爸 妈 你们休息得还好吧 那旅馆还住都关吧 挺好的 还行 跟你说个事 北京呢我们也来了 孙子也看了 明天我们走 爸 你别着急嘛 急着走干吗呀 你看 你们来一趟北京多不容易呀 我这礼拜天还打算带你们去 天安门 颐和园 去玩玩呢 家里一大摊的事 就是家里一摊事呢 算了吧 你不差这一两天吗 曹叔 曹婶 真是我们 真是小爱 小爱 你看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送三个来了 我来送孩子 孩子这么大了 爹奶奶 爹奶奶 你好啊 真是天宜 快去上前去 爹奶奶 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这孩子真好 是吧 婶儿 啥时候来的 昨天 昨天到的 那行 还得待一阵子呢 这样吧 立正明天我安排 叔婶吃个饭 不了 明天我们就回了 是 这么快就回啊 嗯 那个 你说啊 一大摊子去 在家养了一大堆兔子 找谁看他都不放心 好啊好啊好啊 但是这么远的路来了 总得到我家里去看看吧 我家不远就在那儿很近 你去看看吧 那个 小艾啊 你的心啊 婶儿领了 你看你住得也不宽敞 我们就回去了 你说 婶儿 我现在开了一家家具店 那家具店里就能住人 有的是地方 师傅 要不 你看 去看看吧 小艾开家具店也是好事 咱们也得去看看 要不听她的 就是 行 那李章 叔跟婶儿 我接走了啊 好 你就别管了 我们晚上在一块吃饭啊 爸 爸 我下班来接你们啊 好 回来啦 爸妈呢 我特意做了很多好吃的 跟爸妈回来一起吃 少来这套 装什么傻呀你 怎么了 我这儿好心好意 做顿饭给爸妈吃 我还错了 我爸我妈 来我们家 还要去住旅社 说出去回村里 他们的脸往哪儿搁呀 这要不说人家不就不知道呢 再说了 这住家里的确是不太方便呀 那个 爸妈今天住哪个旅馆了 离这儿远吗 你以为还真去住旅馆啊 去谭小艾那儿了 你说什么 爸妈住谭小艾家了 曹理教你有病啊 我跟谭小艾不对付你心里不清楚啊 就他谭小艾温柔贤体贴是不是 让你爸妈还住他家去了 你怎么想的你 神经病 你呀就是不可理喻 走 走了亲近 怎么想的 来 叔叔叔我带你一杯 我带你一杯 谢谢啊 喝酒 喝酒 天爷 好孩子 哥女生你多吃点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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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汉逢干于他乡欲固执 我真没想到这么大的北京城里边 能遇到香的 哎呀我高兴 今天好好喝啊 嗯 来好好喝 来 来 来 叔叔 来 叔叔 喝了 干了啊 嗯 嗯 哎呀 叔啊 我这么说啊 只要您瞧得起我周宝明 你什么时候来北京 我什么时候都举双手欢迎 这话我相信 可是我这次来 我心里挠我的吗 我 我在咱沙瓶爸 十里八乡呢 无论我走到哪儿 谁见了我都拿我当仙人进去 可是我到了这儿了 我连人家门都进不了 进不了 我这 我这 让人家瞎眼关了 行了 我说你瞎眼见 我后悔啊 我真后悔啊 叔你多吃点 叔啊 这个事吧 其实不怪立章 要怪啊 就怪那蝎子精 不是 蝎子精是谁啊 徐晓媛啊 立章吧 挺好的 您想现在啊 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 手底下还管着几十耗子人 您就别操心了 就是 叔 您现在不是还养着兔子吗 这经济上也不愁是吧 有什么不高兴的啊 快吃 我这么大岁数呢 要那么多钱干啥呀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还在北京 一年见不着个面 别说孙子了 我后悔 这现在科技多发达了 飞机火车多的事 你想来北京看他 你就来了吗 是吧 后悔啥呀 我 我后悔当初不应该供他上这个大学 就把他留在沙厅吧 也不至于像今天似的 娶了一个 连农村的爹妈都不认的 城里媳妇 行了行了 越说越没补了 嘴上没把门的了 我喝多了 喝多了 报名 我喝多了 翊山哥快进来 好 那女弟都给踩脏了 你弟收拾这么干的 没事 这行 是正面给你准备的 你这屋子面积挺大的啊 还行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看看怎么样 你喜欢吗 很有家的感觉 挺温馨的 曹哥 你坐吧 那有水果 还可以看电视 我这个给你做饭去 多忙啊 一块坐会儿吧 我坐会儿就走 没事 第一次来我家 我必须得炒两个菜招待你 等我啊 不吃饭了 好 等一会儿吧 翻一会儿就好 说出来好 说出来他心里就不憋屈了 对 叔 我跟你说啊 这世界上啊 他没有卖后悔药的地儿 这全世界的好事啊 他不可能让一个人他占权了 我敢说叔 谁要是让我心上人 受哪怕一丁点委屈 我敢拿命给他拼来 喝多了呀 喝多没喝多 没喝多 他这话说得太好了 你是真人 太有血腥了 我儿子就缺你这血腥 他不是条汉子 混眼子狗 分不清好赖人 在城里当了个官 啥官啊 回家过的啥日子 只有把自己心里清楚 他大呀 别难受了啊 咱明天就回去 好不好 真好啊 天悦啊 回去不啊 俺把你带回去啊 不行我还得上学呢 不想你也和你奶了 行 我妈说过年就带我回去看他们 还真乖 叔 婶儿 咱说好了明天不走 我跟宝明哥见群 我们都已经雇了一个车 明天带着你们到北京一些好玩的地方 到处瞧瞧去 去长城 长车转转 就是 人家不是说了吗 来到了北京不去长城 那就不是好看 是吧 不对 非好汉 非好汉 得去 去 咋不去啊 那混小子不带咱去 他们带咱去 去去去 来来来来 把这杯酒喝了 咱们吃饭 来来来来来 干啥啊 叔少喝点啊 来 我跟你下完面 我干了 少喝点 小哥 吃水果 好 我喂你吧 张嘴 好吃吗 嗯 甜的 再来一块 嗯 你想吃 嗯 你呀 别生气了 气坏了对身子不好 呀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你 不在坐会儿吗 我再不走啊 回去又得炒翻天 回忆啊 回忆 谢谢您 我心情好多了 嗯 走了啊 嗯 他们家姐 没地方住 哪儿 那儿 好 小哥 我 抱索我孩子的爱意找不着了 这许晓辉也不在 那我只能吓唬吓唬她 让她去想办 二位今天是想尝尝白葡萄酒的 还是红葡萄酒的 红葡萄酒吧 行 我们昨天刚上了八九年的红酒 产自庄园的 口感也比较纯正 要不我看有女士 给你们上一瓶偏柔一点的 行 好的好的 好 来一瓶八九年的产自家里面 许晓辉 干嘛这么看着我看得我怪害怕的 不错嘛 几年不见自己当老板了 声音做得很大 不错不错 恭喜你 你来干什么 我来找我儿子 那边说 那边说 你来我这儿找儿子 开什么玩笑呢 我没开玩笑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把儿子留给许晓辉了 我本来这次回来是找他的 可是他不是进去了吗 我就只能找你了 编的倒还挺像 你把儿子留给许晓辉了 明明是你带着儿子拿着钱一起跑了 好吧 你说我当时一单身女人 我无依无靠居无定所 我带着儿子怎么生活呀 是 我承认我当时把钱拿走了 可是 那孩子身上一半 留的是徐晓辉的血 我留给晓辉有错吗 你留给晓辉当然没错 可孩子呢 我告诉你啊陆菲营 当年我在医院可没少找你 你和孩子我都没见着 你装得还挺像的 我还想问你我儿子呢 你是不是给我藏起来了 我藏你儿子干嘛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没见着你儿子 赶紧走 徐晓辉 赶紧把儿子还给我 我没见着你儿子 再说了 我也没有义务替你看孩子 赶紧走 没找见我儿子我凭什么走啊 不走是吧 不走我报警了 报警 行 报警 报呀 报呀 你不报是吧 行我帮你 行啦 孩子我是真没见着 不在我们这儿 你今天先回去 让我再想想 陆菲营回来了 也不知道这么久 他突然从哪里冒出来 他一见我面就管我要孩子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过来问问你 你 你说我这一时间上哪儿 给他找孩子去啊 那孩子 在谈小孩和周宝明那儿 就是天宇 这 周天宇 怎么可能是陆粉英的孩子呢 周宝明亲口跟我说的 周宝明亲口跟我说的 好吧 小灰 你告诉姐 陆菲营那孩子 到底是不是你的 到底是不是你的 是不是只有陆菲营知道 陆菲营知道 陆菲营 跟我走不就完了 你不说清楚 我是不会跟你进去的 小灰想见你 他想见我 可是我不想见他 回来 你进去把儿子的事情 跟他说清楚 走 我不去 走 我不想去 走不走 走 快走 走 别拉着我 那孩子真的是小灰的 不是他的 还会是谁的 你发誓 你发誓 当着小灰的面发誓 说那孩子是他的 我说是他的 就是他的 你们 你们爱信不信 小灰 小灰 你听到了吧 他说孩子是你的 你真的有个儿子 你放心 姐一定帮你把孩子要回来 小灰 我说你干嘛呢 活急活了的 走走走走 什么事 我开门见山啊 说 我想跟你打听一下 当年谭小艾生孩子的事 你问这干嘛 反正就是有很要紧的事了 你就帮帮忙 六七年前的事了 谁能记得 再说当时也不是我负责的 我也不了解情况 那你去 你去查查病历 或者你帮我找找当年那个医生 得得得 你以为病历随便查的 再说了你问这事干嘛呀 你别问我 问这事干嘛 反正就是有很要紧的事了 对了 我记得谭小艾当时生了孩子 不是死了吗 死了 对了 你确定死了 孩子我给你找着了 找着了 这么快啊 我调查清楚了 在谭小艾家养着呢 我的孩子怎么会在谭小艾家养着 知道孩子下落就完了 操我那么多心干嘛呀 许晓月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谭小艾有仇 我管你要孩子 你嫁祸给她 让我找她闹去 你当我傻呀 我凭什么信你的话呀 当年你生孩子的时候 谭小艾也在那家医院生孩子 当上难产 孩子没保住 那也不能说人家的孩子就是我的 周宝明怕他受不住打击 把你的孩子抱回家了 听明白了吗 反正孩子我是给你找着了 我想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我是她亲妈 我肯定要要回来呀 孩子回到亲妈身边天津地 我会帮你的 这家具店一开业 咱们在北京就算是真的捞招奖了 这可是咱们第一家家具店啊 得挑个好日子 知道 好 好 好 看着意思是不欢迎 好 没有没有 上了 进屋 没工夫 她 还记得吧 记得 我 有粉衣 很多人不见了 我这次回来 是专程要回我儿子的 你要孩子 找我们干吗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你们家周天宇 就是当年我丢的那个儿子 所以呢 我这回来找你们商量一下 看你们什么时候把孩子还给我 你凭什么说周天宇是你的儿子 你有什么证据吗 行 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看到证据的 好 小艾 小艾你别着急别着急啊 有我在哪儿会有办法的 我不会让他们得偿的 天宇啊 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小艾小艾小艾 好 明天开始 一步都不等你个天宇 好 睡吧 天宇 走了 去家具店 天宇 走了 走 我不去 走 走走走 我不去 爸爸 爸爸你不答应过我 那今天去公园玩吗 天宇 这几天爸爸妈妈很忙 咱们去家具店玩 行不行 不要 不要 要不我去公园玩 要不我和楼下的小伙伴玩 不 你说了算了是吧 乖乖乖 天宇乖 我不要 我不去 老板你听着木头声音 就是 我们这个木头烘干 就比别人家多很多道手续 还有这个油漆呀 看看那油漆 也比别人家多 是吧 那个手感很好的 是是 好了 那你需要大明亮药的话 那我们的价格还可以好上来 就是他这两张 哦 当然有些客户 他说他有特殊要求 我们根据他的要求 我们来定做 好 好 来 请看客人 来两份吧 出幼稷 让一边 尝尝 尝尝尝 Buddhist 尝尝 你在找我吗 Medien 你在找自己的儿子 阿姨的儿子 长得跟你特别特别的像 那我就看错了 跟着你跑到这儿来了 那你现在看清楚了 我可不是你儿子 你快去找你儿子吧 那你呢 我爸爸妈妈 每天都把我带在身边 我只是想出来玩透透气而已 那你想去哪儿玩 阿姨带你去好不好 我想在这儿附近玩 等我妈来找我 那你的妈妈 她是一个好妈妈吗 当然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那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妈妈 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阿姨你真是的 妈妈都不会当 难怪把儿子弄丢了 走 我交给你 真的啊 真的 那我们拉钩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适遍 走吧 不行 我不能走太远 要不我妈妈就找不到我了 我真的很想知道 我求求你了 你求求我吧 好了 就帮帮你吧 真的啊 真的 这回不会骗我了 不会的 走吧 走 慢点慢点慢点 我们时间上还得商量商量 对 看来得及不 好好好 我们这销量现在都很好 这是我们那个中大餐 和叶 细的 是是是 宝明哥 你见天语了吗 高 啊 是不是上上厕所去了 你找找去 我去看看 好好好 这是您的冰淇淋啊 哎 多少钱 给 谢谢啊 谢谢啊 天语小朋友 什么好东西 淋淋淋 来 喂你啊 什么不能乱花别人的钱 这怎么叫乱花别人的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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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问你 小朋友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妈妈花钱啊 嗯 再说了 今天是你教给我怎么样 当一个好妈妈的 我当然应该奖励你啊 对不对 来吧 冰淇淋呢 是小孩子最爱吃的 当妈妈 应该给孩子买双份的哦 买双份的 嗯 你能吃完吗 能 真的 真的 好 服务员 再来个一模一样的 嗯 好的 嗯 吃不完我收拾你啊 嗯 好吃吗 好吃 来 哎 厕所没有啊 天语 天语 别藏猫猫了啊 在哪呢 啊 天语 不是 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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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是不是去咱们老买盒饭的那家了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你去去去去 我去 那于老板 你在这儿看一下啊 好好好 你再看看再看看这个啊 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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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唱吧 就有点天语 没看见 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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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玥 怎么样 商场的一二三路我全找了 没有啊 哎呦呦呦这孩子 这怎么办呢 你说他会不会回家了 他回家干什么呀 他在这待不住 他在这没劲呗 她回家看电视了 要不然我回家看看 那你回家看看 你在这儿待着 小心她一会儿回来 好的好的 那我先回去了 好的 天宇 喂 她没在家 没在 那那那行 那你在这儿还等着我 那我回来咱们一起找 好不好 那那就这样 好好好 那个那个老张 这个店帮 帮他照顾一下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放心吧 丽宇 好玩吗 不好了啊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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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好玩吗 好玩 小心点别摔了啊 好玩吗 天宇 好玩 咱那边去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我快过来告诉阿姨 有什么好玩的啊 你 咱们去看看 我拿的玩 超好玩 这孩子平时挺乖的呀 能去哪儿呢 是啊 天宇 天宇 你好 你见了一个小男孩吗 一个人 哦 谢谢 在这个河边 我还是在这河边找一找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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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妈妈 天宇 你在哪儿呢 天宇 你都怪我 我说好要好好陪她的 这衣服留神 晓岸 你别着急 会不会是徐晓莲和陆回一口一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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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车那么晚了 我得回去了 天宇 你愿不愿意跟阿姨去深圳呢 如果你愿意 跟阿姨去深圳的话呢 阿姨每天都有时间陪你玩 而且会叫好多好多的小朋友 跟你一块玩 而且阿姨保证 每天都给你买两个冰激凌吃 好不好 要是爸爸妈妈找不到我 会着急的 干吗呀 谁呀这是 天宇 来了来了来了 天宇呢 我儿子呢 你儿子在哪儿我哪知道 你让开心 天宇 你们干吗呀你们这是 天宇 天宇 你们干吗呀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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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在我家兴起来找天宇 那下个礼拜阿姨再带你来好不好 好 怎么了 阿姨 待会儿我妈妈找到我一定会很生气的 我想送她个礼物 阿姨你能帮我挑一挑哪个好看吗 可以呀 去吧 你喜欢哪个啊 我喜欢这个 这个好看啊 嗯 那你觉得这个好看吗 嗯 我想要这个 喜欢红颜色的 嗯 好 那我们就要这两个好不好 好 那看看别的还有没有喜欢的 阿姨都给你买了 嗯 没有 好 好 小姐啊 我求求你了 把儿子还给我好不好 还给我们吧 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你儿子不在我家你们没看见吗 不在于这儿 那肯定在陆粉盈那儿 对 肯定在她那儿 小元我求求你 给她打个电话 问问她好不好 求求你给她打一个电话 就打一个电话好不好 谢谢谢谢 好好好 我接个电话待会儿给你钱啊 你在这儿光光待着 不要乱跑 阿姨接个电话就过来啊 喂 喂 喂 我是小元 干嘛呢 什么事你说吧 对 他是跟我在一起 是吗 在哪儿啊 行 知道了挂吧 怎么样 还真被你们猜着了 他跟陆粉盈在一块呢 就在你们家附近的街心公园 好 好了 我就在这里等我 爸爸妈妈来找我 阿姨你走吧 那可不行 维尔走了你跑丢了 爸爸妈妈找不见你 该多着急啊 不用不用 阿姨你不用担心 天宇 妈妈 我就知道你们回来找我的 小兔子离家出走 他妈妈就使劲找我找我 跑哪儿去了 爸爸妈妈急坏了 你跑丢了怎么办呢 以后不许下跑 好 跟阿姨说再见咱们回家 阿姨再见 爹 妈妈等着等 杜鹏 我不希望再看到 你单独跟我儿子在一起 你记住了 你胆越来越大了是不是 你一个人敢出门了是不是 还跑那么远呢 你知不知道你要是被坏人拐了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 我要是一生气 我根本不去找你 我是你儿子 你是我妈妈 你当然会去找我的 你还狡辩 妈 我不会走远的 那个阿姨需要我帮忙 你不教过我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就要帮忙吗 妈 妈 你别生我气了 我以后会乖的 我告诉你 以后你给我乖乖的 除了上学 一步都不许离开我 半步都不许离开我 你知不知道 找不到你 妈妈就去死 妈妈 对不起 今天那个阿姨 都跟你说些什么 那个阿姨儿子丢了 她要找到儿子 好可怜的 妈妈 送给你的礼物 你戴上它会很漂亮的 妈妈 你真漂亮 妈妈不要漂亮 妈妈只要你 妈妈 对不起 我求你 晓艾 你说这怎么办呢 实在不行 把天宇送回老家吧 天宇现在聪明得很 你这突然把她送回老家 她一定有十万个为什么要问 你想好怎么回答了吧 那你说怎么办 天宇天天上学 万一哪一天陆粉英把她给接走了 咱们怎么办 姐 要不这样 等她先出手 完了之后我们再想办法对付她 天宇这段时间的接送 交给我吧 配布 惠恩 你家东西挺全 و啊 这 有酒呢 没事儿自己喝两口啊 那玩的 来 来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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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住这么大一房子 挺贵的吧 还行吧 我换了家医院 工资挺高的 不耐着急 姐看你在北京混得这么好 姐就放心了 姐 你怎么回事 回来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告诉我 姐不是出了给点事吗 这两天才处理完 姐 你不是说你结婚了吗 怎么一个人回来的 姐夫呢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什么姐夫啊 我俩结婚以后不是一直没孩子吗 就因为这事 没人跟我离婚了 还卷了我所有的家当房吧 姐 都过去的事了 不提了啊 姐告诉你 这次啊 姐回来是要孩子的 什 什么 孩子 几年前那个 你不是说没保住吗 当时姐没跟你说实话 啊 姐当时一个当时女人哪儿养得起孩子呀 我就想 那徐家的孩子肯定徐家人来管咯 那我当时就把孩子放到医院 我本来以为徐晓辉会抱回去的 结果她也没抱回去 谭晓艾给抱走了 那 结果姐已经找到自己的儿子了 这回啊 我就是来把她要回去的 要回去 人家能同意吗 她要同意我也得要我 曹哥 你怎么没锁门呢 我给你介绍一下 姐 这是曹哥 陆粉英 她 她是你姐 原来你们认识啊 你怎么会跟我妹整熟呢 行啊 曹历长 你说见一个爱一个 你甩了一个又娶了一个 现在你又来勾到我妹是吧 姐 你说什么呢 怎么回事啊 曹哥 不说了不说了啊 你们聊吧 你们聊 曹哥 陆姐 我姐都突然来的 我没来急通知你 我没什么事 你别生气啊 怎么回事啊 我让你说话我问你怎么回事 过来 坐这儿跟我说 你俩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俩什么事都没有 你喜欢她对吗 姐问你 她对你好吗 好 曹哥 曹哥她对我挺好的 我搬家 换工作 都多亏了她 姐 我们 我们真没人吗 她对你好就行 姐不是怪你 姐是怕你吃亏 傻丫头 你这念头坏人这么多 千万不要吃亏上当 知道吗 不过我觉得我妹妹那么傻 怎么会白白陪着一个有夫之夫呢 是不是 行 脑子比姐够用 比姐强 姐 你说的什么话呀 姐跟你开个玩笑不行啊 你想知道她老婆是谁吗 谁呀 她老婆叫徐晓媛 就是我那孩子她爸 叫徐晓晓 我孩子她爸不是叫徐晓晓吗 徐晓晓的姐姐 我告诉你啊 她老婆可凶了 你俩的事可千万不要让她老婆知道 小心点啊 好了 去店里 嗯 妈妈 走了去店里 妈你怎么了 天宇 想不想去海洋馆 妈你要带我去海洋馆玩 不要 我们还是去开店吧 等你们以后有时间了再去玩吧 妈妈 上孩子 哪有那么多以后啊 冯一哥 现在就去 现在 谢谢妈妈 谢谢爸爸 走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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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这个是什么鱼啊 这红鱼 大红鱼 这个是什么鱼啊 哈哈哈哈 好好好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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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吧 好不好看啊 好 你拍张照歌吧 来来来 来好 上一个 一 二 三 哎呦 鲸鱼漂亮嘞 你看看 这不整个鱼漂亮 这我看 狮子鱼就是狮子鱼 来你给它做回来 来 我看看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真漂亮 妈妈 那么多只毛毛的鱼 叫什么呀 这个 叫牵手佛 牵手佛 你看看 像不像长着一千只手的佛月呀 真好看 大鲨鱼 小鱼 快拿来来来来 快拿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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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个小孩呢 他这个小孩在后面呢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他游过来 游过来 你这不打招呼啊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看我这 快快快 凶一点 快拿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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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来 快拿来 这什么颜色 这水母 水母 你看它会变颜色你看到 好看吗 来来来来 咱俩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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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 陆芬英找过我 她想干吗呀 她想要回天宇 不可能 她 她这种女人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的 小艾 不过我理解她 昨天她跟我说 她不能再生了 而且我看她这次是铁了心 要把天宇要走 如果咱们不给的话 她可能要打官司 上法庭 我问过律师了 律师说只要我肯打官司 我肯定赢 可是我现在欠了一屁 不知道哪儿来的钱打官司 这样吧 官司你打你的 钱到时候我帮你想办法 你到底跟谭小艾有多大仇啊 非得搞得人家破人亡不可 陆芬英 我这可是在帮你要孩子呀 再说了 我跟谭小艾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谭小艾跟你的事是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人才替我养了那么多年的儿子 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儿子 我不会跟你一块儿害他 好 陆芬英 我告诉你 你要搞清楚 那孩子是你的亲生骨肉 我帮你要孩子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可那孩子也是徐晓辉的亲生骨肉 如果当时他肯接受这孩子 现在就不会惹出这么多事来了 你少跟我扯你们当年的事 懒得听你们那点破事 你就一句话吧 我出钱帮你打官司 这官司你打不打 打 我肯定打 小艾 你这几天都在忙什么呢 你拿存折干嘛 到底出了什么事 拿过来 我问你话呢 到底出了什么事 给我 管得着吗 家里出了事一点忙都帮不上 还好意思问我 儿子呢 忘记了 你快去接一下 你说 这个人 这个人 我这日子真没法过了 他现在整天偷偷摸摸摸的 唠叨叨没完没了 你说 他是不是更年期到了 不会吧 曹哥 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就来我这做做 我给你做好吃的 要是不愿意在家里待着 我就陪你出去走走 他整天就 不知道在搞什么 神神秘秘的 我 我好像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你知道什么 他们 他们在跟谭小艾要孩子 而那个孩子 是我姐的 什么 几年前我姐生了个孩子 被谭小艾他们家抱走了 我姐这次回来 就是想找回这个孩子 还有这事 从今天开始 咱们把身份转变一下 你什么意思啊 你跟谭小艾打官司 律师费我帮你出 小慧在监狱里 还要十几年才能出来 我想帮你们把孩子要回来 替你们养着 你凭什么替我养孩子 我是孩子的亲妈 怎么 你想养啊 自己都没养明白了吧 你养得活孩子吗 你要搞清楚 她是我们徐家的骨肉 你这个当亲妈的要是想孩子了 随时可以回来看 放心 我们一定会对她好的 她跟着我 她会有北京户口 她会比跟着你和谭小艾 任何一个人都要好 陆老板 你们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呢 这你就没关了 说吧 什么时候还钱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已经结婚了 要钱找她要去 不要再给我打电话 行不行啊 负债子还 负债期还 跟我玩进展脱俏 本儿都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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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